中華職棒今晚兩地開打 在新莊球場上演的是傳統好戲巷石大戰 兄弟派出目前的本土滲頭王鄭凱溫 對上的是同一羊頭馬蒂斯 戰況如何 馬上帶你來關心 兩隊先發投手本季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比賽前半段時形成了投手戰 相對在五六兩個半局各攻下一分 但是同一師在六局下展開了大反撲 一口氣打了八個人刺 郭大奇還敲出了本季第四轟 師隊在六局下攻下四分逆轉比數 最後師隊就是以四比二獲勝 而中華職棒七月份的投打MVP也出爐了 南米哥洋頭猛雷特還有一大強打神拳 林毅拳兩個人都是以高檔的演出 拿到壓倒性的票數獲選為單月MVP 南米哥桃源對洋頭猛雷特 人如其名也不夠猛 在七月份他出賽了五場 貢獻了三十一局的投球全聯盟最多 便拿下三勝零敗的好成績 不只如此三十一張老K 以及0.871的防禦率更是銷魂 也難怪他在十四張有效票數當中 拿到了十二票 壓倒性的勝利 擊敗上個月的MVP賈希亞 而猛雷特在輝煌的七月當中 被敲得唯一隻純雷打正巧就是七月打擊MVP 一大神拳林毅拳的傑作 就算已經打了大半個球季 林毅拳依舊維持高檔演出 尤其長打率甚至高達六成以上 四發紅龍笑傲群輪 其中包括了連三場開轟的難得紀錄 也因此林毅拳繼四月之後 再度獲得青睞 以十三票傾取值獲得一票的余德龍 容能終止七月份的最有價值達者 日間區林毅拳綜合報導